你必须发我工资 不然我有办法来弄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被同事坑过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外面培训 这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的店长 以前有被一个同事坑得非常的惨 而且他坑了我之后 我还默不敢作声 算是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 应该是在18年左右 我有个具体忘记了 时间久远了 18年左右 当时我尝试着做淘宝 我去看了一下淘宝的数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是一个机会 因为当时我去看了整个大盘的数据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 决定去做淘宝链 因为我不懂淘宝的那些规则 或者说怎么去做淘宝的运营 因为它不同的渠道 有不同的营销方式 所以当时我就招了一个主管淘宝运营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告诉我说要刷单 我说那就刷吧 刷单就刷单嘛 做淘宝运营一定要刷单 以前我都不懂 而且当时我们的刷单比例已经达到60% 卖了10万块钱有6万块钱都是刷单的是假的 这里抱一下淘宝的内幕 由于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觉得我信任你 我就完全不管 我就完全不管就认他弄 可以说我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情 他大概在我这待了4个月 他说他要离职 我就很诧异 我说我怎么我对你不好吗 为什么要离职 他说就是要离职 反正你找个赌免婴吧 我说那行吧 那你既然这么决绝 那你就离职吧 然后呢他离职的时候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你必须发我工资 不然我有办法来弄你 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我说你要离职就离职呗 那你威胁我干嘛 我肯定要发你工资 我为什么会不发你工资呢 就我像那种不发工资的人吗 对吧 然后他离职过后 然后我们的财务一查 才发现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佣金的问题 他应该是和外面一个专门做这种佣金的人 或者说一些公司 相当于他用佣金来套我的钱 就是那些单不需要50%的佣金 这都是我后面才知道的 他开了50%的佣金 因为淘宝的这个结算有之后 所以那些单子全部都还是在淘宝的这个系统上面 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慢慢慢慢的反弯 他就用这些东西来威胁我 佣金已经结算了嘛 对吧 他已经把我的钱坑走了 如果说我不把他的工资给他 他还要通知那些来帮我刷单的人 给我写差评 就是如果差评太多 那个淘宝店就废了嘛 当时我知道真相 真的是眼内读下来 我对他完全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你帮我弄好就可以了 这么信任他 他联合外面的人一起来坑我的钱 最后他还要挟我说 必须要发他工资 不发工资他就要把我这个店弄没有 你们猜我是怎么对他的 我现在你们都猜不到 我就忍了 而且最后把工资结跟他 因为当时我做淘宝店 我的目标非常明确 我就是要去做到某一个级别 当时我的那个店我不能被关掉 虽然说我可能报警或什么样子 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那个店可能还是保不住 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忍气吞声 就是吃了不懂规矩的这条亏 我觉得我职业生涯里面只允许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 可以相信人 但是一定要有制度去规范 比如说财务的一些规定 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我职业生涯里面一个 耻辱吧 可以说耻辱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大家在管理企业 或者是说在经营自己的店铺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这种 吃了黄连说不出的这种感觉 哑巴吃黄连这种感觉 非常的难受 这个事情我很少跟人提起 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些可爱的同事 就是当时非常的小 当时我们公司非常的小 所以有感而发吧 有感而发